分享一个容易做到又很好吃的家常菜给你们 虾滑羊秋葵 今次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原来羊秋葵是这么好吃的 而且做法都非常简单 很快就煎好了 你们都可以尝试煮给小朋友吃 请大家继续订阅我的YouTube Follow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都是叫做K4加南 欢迎你们留言给我 这次我买的是泰国秋葵 很便宜的 10元就有一包了 也有10条左右 我们首先把秋葵的硬边批掉 这个方法也是爷爷教我的 他做一些凉拌的秋葵是很好吃的 我就问为什么这么好吃 原来我发现他是把硬皮批走了 吃下去就没有那么多渣 那些很硬的口感 那小朋友也很适合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先把全部的秋葵都批在那边 批完之后洗净 我们就拿去滚水那里搓一搓 那10秒就够了 最多15秒而已 10-15秒啦 要立即捞起了 因为一会还要煎的 如果你煮得太久 它就会出水一批东西 用尿鱼制成的汗 Company 用锅机上隔一下水 然后预备一些厨房纸 去印干秋葵上面的水分 真的要逐alle去印的 之後把頂部切掉 其實頂部是可以吃的 但小朋友可能會比較硬 我們這次就切掉 中間開邊 中間的秋葵紙不要丟掉 因為那些都很有營養 丟掉後就只剩下一個殼 沒什麼意思 而且又可以墊高一點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烤滑 用少一點 不用用那麼多 家庭主婦的想法 我們隨意在上面 灑粟粉就可以了 粟粉 生粉 麵粉 什麼都可以 上去乾身一點 一會兒可以黏住那些烤滑 這次我是買現成的蝦滑 我只是貪他的袋子很方便 已經是一個擠袋子 可以一擠下去就是了 如果你們想自己手打蝦滑 我們之前也分享過 可以看這個宿米百花球的片段 裡面教大家一個簡易的做蝦滑方法 我們就逐條擠蝦滑上去表面 這個蝦滑也算不錯 它不是像一些麵一樣 混合了很多粉 它寫明就是95%都是蝦肉 所以看到也是保留了一塊塊蝦的 也不錯 擠下去就用手幫他做好一點 之後就再灑粉下去 容易也是想它乾身一點 煎的時候沒那麼容易脫掉 而且表面也會脆一點 好 之後等一隻鍋熱了就下油 油熱了之後我們就下秋葵 在蝦滑的邊向底 好像現在途中一樣 反轉我們先把蝦煎熟了 因為秋葵其實可以生吃的 這次真的煎食物不是煎焗 所以真的要加多一點油 把油平均去到每一條的秋葵上面 每一邊都要煎 記得四邊都要煎 因為我們都下了一些粉 我們都要全部煎熟 我們隔一會就去翻一下 如果你用豬肉的話 你就真的要煎得久一點 要小火一點去煎 但是蝦就很快熟 所以很容易煮 你們大家可以試一下 四邊煎熟之後就可以上碟吃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食譜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了之後開啟通知 我有新的食譜或親子好去處 都會立即通知你們 拜拜